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理财研究院 我是院长小梁哥 看着安卓阵营搭载AI功能的旗舰手机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一台接着一台发表 唉 让全球的果粉好不难受啊 终于 苹果在今年的 全球开发者大会上面 很终于宣布要推出AI应用 预计在今年10月软体更新时上线 虽然苹果发表的比今年的对手慢 但却是进行了一番稍操作 硬是给了AI所写新的定义 变成AI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也就是人工智慧 苹果硬是把自家AI叫做Apple Intelligence 这也代表苹果对自家的AI应用 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 就是要让消费者知道 不要把我跟其他品牌的AI应用 放在同一个水平上面比较 不过眼尖的网友们也发现 苹果公布了很多AI应用的内容 其实几乎都是其他的业者 早就已经领先推出的功能 多半只是换汤不换药而已 但是了解苹果的人都知道 苹果从来都不是科技的发明者 而是把这样科技产品发扬光大的 所以在苹果正式加入AI应用之后 未来我相信AI应用的功能 可能不只会局限在各品牌的高阶机种 为了要跟苹果抢市场 迟早会下放到中阶机种 甚至长远来看低阶机种也有机会 那这对消费者来说无疑是好事一件 虽然功能上面没有令人惊艳之处 但是苹果发表的AI应用 其实还是有一点令市场大为震惊 因为苹果竟然没有自己开发生成式应用 而是将生成式AI的龙头 OpenAI的TradeGPT 直接整合到吸率跟写作工具上面 让它的吸率可以利用TradeGPT 来满足某些请求或者回答某些问题 使用方式是这样的 为了当用户询问吸率问题的时候 假设吸率认为 TradeGPT可以提供更好的回答 就跳出视窗问一下 你要不要使用TradeGPT啊 你点下同意键 吸率就直接使用TradeGPT的回答 来作为一个回复你的结果 那么根据统计 TradeGPT推出满一年 一年的时间 也就是到去年11月底 全球用户数已经超过17亿 那现在不知道多少 可能超过20亿了 所以觉得苹果与其砸重金 继续开发生成性AI 不如好吧 我打不过你 跟你合作 直接跟全球最大的业者合作 所以说起来 就算是有非常聪明的决策 当然 砸重金投资OpenAI的微软 在背后很不爽 极力反对 你苹果几亿的用户加入之后 会不会使得我们的用户受影响 我们的权益受影响 包括OpenAI的联合刷办人之一 马斯克也不认同 但是最终 OpenAI和苹果 还是达成了合作协议 那我相信所有的苹果用户 现在都很期待 十月快到了 两个月后 系统更新后 要赶紧使用 最新推出的AI应用功能吧 不过很抱歉 目前只有A17 Pro 跟N系列的处理器 才有办法支援 AI应用的一系列功能 所以你的手机 太旧了不行 至少要是去年推出的 iPhone 15 Pro 或是iPhone 15 Pro Max 当然我相信很多的果粉 也不是使用这两种机型 对吧 所以市场对于今年的换机潮 是给予高度的期待性的 苹果预计在今年的9月 秋季发表会上 要推出全新的iPhone 16系列 那除了Pro Pro Max之外 就连规格比较低的iPhone 16 iPhone 16 Plus 也通通采用了A18处理器 当然这低接高接的处理器有差 高接的用X75 低接用X70 都如何管它的 我可以使用苹果的AI用功能就好了 那反而预估 今年第四季的iPhone单机出货量 将上看8300万台 去年同期只有800050万台 看起来是明显成长的 甚至据传 苹果已经跟台积电 booking了9000到9500万个 A18的晶片产能 所以苹果本身是估得更加乐观 那么有哪些厂商 将受惠今年的 苹果手机换机潮呢 首先A18的晶片 谁代工的 台积电嘛 用的是它3nm家族的N31制程 那这个制程呢 专门为手机跟高速运算所设计的 比最清楚的N31制程 速度快上5% 那在苹果A18晶片的拉货之下 台积电的7月营收 直接改写历史新高 月增24个百分点 年增跟高达45个百分点 再来 这次iPhone 16系列的 镜头持续升级 包括感光元件放大了 前方式镜头 从Pro下放了 还有望远镜头 光学变焦倍数也提升了 将会带动相关供应链产品 平均销售价提升 这部分最受惠的 大概就是 我们的光学龙头 大力光啦 因为去年 iPhone 15 Pro Max的 潜望式镜头 就是由大力光 独拿 那大力光的7月营收 同样表现出色 月增 34% 年增 55% 不仅占上8个月新高 也创下历年的同期次高 至于光学二哥 郁静光呢 其实也不差啦 它潜望式镜头 也获得苹果认证 那反而预估呢 大概会获得 2成左右的 iPhone 16 Pro系列的 潜望式镜头订单 因此 月光的7月营收也很好 月增46% 年增6% 同样是创下了 8个月以来新高 另外 iPhone 16 Pro系列 也会支援到Wi-Fi 7 相较于Wi-Fi 6E相比 可以降低延迟 跟带来更高的 传输速度 满足资料传输 和AI应用需求 这使得功率放大器 和高频版的用量增加 不过啊 我去看了文帽 跟全新的财报 跟他们的猜测 因为有中国市场的 手机的需求相对疲弱 所以他们第三季 展望没有很理想 所以应该把焦点 放在的是PCB上面的 滑通跟真底身上 其中 滑通7月营收 月增26% 年增11% 而真底的7月营收 则是月增26% 年增31% 那最后一位 诶 大家都猜到了吧 谁还没亮相 他就是下游的组装厂 红海嘛 红海圈营收 月增17% 年增12% 和光学双雄一样 都写下8个月新高 而且以上这几间公司 预估接下来的8月营收 甚至9月营收 都还会持续向上 第三季的 旺季效应可期 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 这样的投资机会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我们下期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